大家好,我是小猫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羽毛球中的反手高远球技术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握拍 如果我们要打反手高远球的直线的话 我们可以把拇指顶在这个宽轮或者是这个小斜轮上 宽轮或者是旁边的这个小斜轮上 如果我们要打斜线的话 我们要换在这个侧轮这里 这边这样子去握,侧轮这样子去握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架拍及挥拍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架拍及挥拍 架拍我们要架在这边 就是我们头偏左边一点这样子架 然后以这个轴为走,顶走,顶走 然后以这个走挥拍,挥拍,挥拍 动小臂跟手腕以及手指不要动大臂 这样子 然后到这里顺心发力 这是手上的动作,有一个外旋 第三就是我们脚下的动作 我们脚下的动作是要先启动 然后呢,左脚先移步 左脚先移步往我们要打出的这个方向 右脚移动往我们那个球的方向去移动 这样子,下拍,凝走,击球 第四呢,就是我们的击球点 我们的击球点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右脚偏我们斜边这一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启动后,左脚移动,右脚移动 击球,击球点在我们的偏右边这边 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完整的动作 首先启动,左脚移动,右脚移动,下拍,凝走,推,击球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那记得长按点赞关注哦 拜拜